提多书第一章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明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缓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我们共性之道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会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从前留你在割里底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市里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弹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之事 不打人 不贪无益之财 热意接待远人 好善 尊重 公平 圣洁 自词 坚守所教 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真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政变的人博导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 欺哄人 那奉割礼的人 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有割礼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割礼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寿 又长又懒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存全 无私 不听犹太人 欢妙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连心和天良也都误会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悟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劝老年人 要有节制端砖自首 在信心爱心忍耐上 都要存全无私 又劝老年妇女 举止行动 要恭敬 不说谗言 不给酒做奴仆 用上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 妇人爱丈夫 爱儿女 谨守真杰 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 被毁谤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你自己凡事 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 言语存全 无可指责 又叫那反对的人 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 便自觉羞愧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的喜欢 不可顶撞他 不可撕拿东西 要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容我们救主神的道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戒人用各等权柄 责备人不可叫人侵害你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尊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诡谤 不要争敬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艳乐 长存恶毒 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思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造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裔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 使那些隐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 这都是美事 并且与人有益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真境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分门结党的人 仅借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做 我打发亚提马 或是推击鼓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往尼戈玻璃去见我 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 请再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